最近在美国有个特有意思的新闻 说美国FBI打假了 在唐人街收缴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假货 这些美元的假货是按照真价格算 还是按假价格算的呢 中国制造的假名牌原来这么有名 所以王思佳别慌 美国名媛也在领假包 是的 又又又又又一位女明星翻车了 据说通告艺人王思佳在某节目中 炫耀自己的奢侈品包包 被网友质疑是假货 大家都看了王思佳在节目上晒的包 在接下来一周内 王思佳不仅极力澄清 说自己的包都是代购买来的 是被代购骗了 要把包送去鉴定政委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急于自证 毕竟在全世界范围内 超级富婆被假包出街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被富婆们盘活的假包产业链 大概在十年前 如果有人被这一款高仿奢侈品包包出街 一旦被别人发现 定会羞愧难当觉得丢脸 但如今以被假包为耻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富婆买假包不仅会藏着掖着 反而炫耀起来 这在富婆云集的美国最为明显 前不久 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助理 坦诚地写下了自己 从2021年开始买假包的心路历程 作为第一代移民 他的消费观非常局促 他说他拒绝成为那种 贪图奢侈品包包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由A货爱好者组成的 Ready的社区 这等卖家 手握各大奢侈品大牌包袋的 A货资源 只要正品价格的1%到10% 你就可以买到 香奈儿经典的款的链条包 爱马仕的薄金包和凯利包 卖家通常会承诺 他们的货与原版没有任何区别 还会提供质量检查证 和装运的照片 你看 左侧就是售价 1200美元的香奈儿经典链条包 又测试高仿 你能看得出区别吗 之前买家成立了一个假货小分队 一个专注于分享 高仿奢侈品信息的小社群 叫做Rapt Lady 这个社区成立于2016年 拥有近20万名成员 哇 添了好多 在这里 从名牌鞋 珠宝到手提箱 名牌假货以硬俱全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各种假货包包 你以为这个社群 买A货的全部是 买不起奢侈品包包和爱慕虚荣的人吗 并不是 事实上 这个社群主要有拥有 正品包包的富有女性组成 他们虽然买得起正品 但还是乐此不疲的购买假货 据统计 这个组织2021年 花在高仿上的价格 就超过了300万美元 而其中最主要的购买力 就来自于社群中的几位公司的CEO 风头人士 外交官和头部科技公司的顾问 去年美国杂志Dekart 就采访了好几位 沉迷于购买房品的富婆 其中一位家庭年收入 在300万美元以上 住在价值千万豪载中的 麦哈顿富婆 她自从发现高仿假包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买了一大堆假包 还带着他们去旅游 去高级餐厅吃饭 这位女士坦白 自己从2021年花了约3万美元 购买这些高仿奢侈品假包 但她说 自己的丈夫并不会因此生气 因为她并没有挥霍钱财 事实上 富婆们爱买假货 早就有迹可循了 富婆们甚至会毫不避讳地 在公众面前不经意地 展示自己的假货 美国长青的真人秀综艺 比福利交期 如今已经更新到第12季了 在这个有着全世界最尊贵 住宅区称号的比福利山庄 贵妇们童话般的婚礼 名车豪宅 名牌奢侈品都被镜头记录下来 然而有人发现 一些嘉宾在节目上的名牌衣服 用的名牌包包 多少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 有人在inst帐户上 嘲讽贵妇们的Chanel腰带 比特朗普的竞选谎言还要这样 于是 人才背错的inst上 有人建立了打假账号 拿着显微镜看综艺 专门发布哪些富婆又用了假货 Rapt Ladies 不仅为高仿品卖家和消费者之间 搭建了联系 更会像个真正的社群一样 提供高仿市场的全部信息情报 优质的供应链 还会为买家提供 如何讨价还价的建议 也叫他们警惕一些虚假的供应渠道 这些假包很大一部分 都是从中国的市场流通出来的 曾经有人采访到一位假货代理 叫Kelly 她说自己在广州的家里 仅拼一部手机 做卖假奢侈品的工作 每个月就能挣3万人民币 而一些销售精英 甚至每个月能有近20万人民币的收入 你有病 在购买假货的时候 这些有钱人倒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他们也会细致地追问高仿的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帧数准确吗 包包右面或五金看起来廉价吗 有没有臭臭的皮革味啊 找到一只完美假包 是夫婆们在新的社群里面的 新型的社交货币 在曾经的认知中 奢侈品假货的目标人群 大多是经济实力不够 却偏要挤入上流社会的那群人 富人精英们曾对这些人十分忌惮 如果人人都能用Gucci 那我手中的正品包 还有什么身份象征的意义呢 也许这就是王思佳买假包被网友群抄 而真正的富婆却毫不忌惮地 买假货的根本原因 上文中提到这些人 无疑是有能力买真货的 只是这种狩猎般的刺激感 让他们难以自拔 Rap Ladies的富婆们认为 对于真假奢侈品的反复确认 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挑到一个 质量不错的高仿包 而是这种能够驾驭高端房品市场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本身正在逐渐成为一种 同阶级全层的社交货币 在全球资本缩水的当下 对于知情人来说 能代表他们地位的 不再是大量收藏的真的奢侈品包 而是一种能够找到 完美赢品的能力了 一位接受采访的富婆Lisa表示 自己家庭年收入有7位数 拥有数百个专属的Sales 但她还是对买奢侈品假货无比沉迷 问那些在正品上 花了大价钱的朋友 要么一生中从未工作 要么嫁给了有钱人 但如果你为钱而努力工作 你就不想把它花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 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 尤其是在纽约 富人们会用他们的钱 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投资加密货币 投资自己的业务 或者投资给自己的孩子 有道理 我觉得还可以投资给慈善不是更好吗 Lisa和Raptor Ladies圈子里的 好几个女性成为了朋友 她们参观过彼此的房子 还见过对方的小孩 对于这个圈子里 沉迷买假货的很多中传女性来说 买假货已经成为一种 权威的身份象征 象征在坚弃形势不好的当下 自己有着明智的对冲风险的头脑 于是如今的纽约 上东区的假奢侈品 要比真货在富人圈子更加流行 在Raptor Ladies网站上 最常见的两个奢侈品品牌 是香奈儿和路易威登 古池和路易威登等奢侈品品牌 每年会因假货损失数百万美元 时尚公司也雇赢了律师 来应对假货泛滥的问题 Raptor Ladies曾多次受到过 时装公司发售的纪律处分信 信件中通常包含一些威胁信息 比如对发起者监禁 或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款 但效果依旧甚微 此外由于Raptor Ladies圈子内部 要分享太多不合法规的信息了 该社群已经被设置为私密 现在普通的用户 已经无法再申请加入了 通货膨胀 股票暴跌 财富缩水 有钱人也划不动了 除了富婆群体 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事实 在近两年沉重地压到了普通人身上 当然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但大多数美国中产家庭 对经济状况的担忧程度 甚至超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皮尤报告小事 单人年收入3万至9万美元 或双人家庭年收入在4.2万 到12.7万美元之间的 可谓第一位中产 而美国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 成年人数量 从1971年的61% 缩水到了2021年的50% 根据最新的调查 年收入在3万美元 到10万美元之间的美国中产中 有75%的人表示 他们此前赚来的钱 低于日常的生活成本了 因为在过去一年间 美国的房价上升了20% 所有商品的成本均价上升了8% 但通胀后的平均时薪 却下降了2.7% 为了应对入不敷出的现状 美国中产不会坐以待比 他们也不得不非常积极地 享受了一些非常被动的应对措施 晚点退休再打几年功吧 减少应急基金的储备吧 推迟修车计划吧 用信用卡的钱 来垫服务场支出等等 当然他们也决定主动减少支出 比如说少去饭店 少更新电子产品 比如说苹果就不要买了 少买衣服 取消旅行计划 减少自驾里程 取消流媒体平台订阅 以及多买一些二手的产品 先跳出这熟悉的集市感吧 美国中产家庭的萎缩 其实就是财富分化的结果 不仅因为更多的人变穷了 还有更多人也变得富有了 自1971年以来 高收入家庭的比例 从14%上升到了21% 但在今年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中产家庭 富豪或全球最有钱的那批人也并不好过 在全球股市暴跌的情况下 全球的超级富豪都不可避免的遭受了财富大缩水 2022年 超级富豪们的财富缩水了10万亿美元 今天只是缩水的数额 欧洲的超级富豪受创最严重 他们的财富缩水了17% 其次是澳大利亚的超级富豪缩水了11% 美洲超级富豪财富则减少了10% 而非洲和亚洲超级富豪的财富跌幅较小分别为5%和7% 不过这点财富缩水对于家大业大的顶尖富豪们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他们仍旧一如既往地在奢侈品上豪适千斤 真是开心 有哪些大牌奢侈品是made in China 中国也许是当今名牌产品全球化过程中最奇特的国家 起源于这里最终又回到这里生产与消费皆是 全球有6成奢侈品来在中国制造 这些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会最终被运到法国意大利 装上一条拉链盯上一个扣子 最终就会变成纯屑中的法国货和意大利货了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少数包标志有中国制造 但藏得很好 比如在内袋底层的缝合处 或者印在油漂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 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到 有的中国制造的标签是贴在袋子外的贴纸 货物运到意大利后就会被撕掉 另有一家除了手柄 整个包都是在中国制造 制成后补上贴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柄 还有在中国制造鞋面的 最耗费劳力的过程 送到意大利沾上鞋底 这些产品都带有意大利制造的标志 只有极少数品牌主动承认惨治中国 你看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聊了这个内容了 有些一线品牌为了怕被人知道 它在中国或者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有生产厂 甚至会找来一些位置偏僻的加工厂来提供代工服务 有些家庭作坊型的加工厂 甚至连当地人都不知道 来看看几个事实吧 首先代工厂多集中在东莞等地 目前欧美奢侈品的中国代工厂 主要集中在东莞等地 但规模并不大 在中国的深圳 温州 杭州等地 还有很多工厂正在为这些国际奢侈品牌代工生产 它们规模或大或小 或是直接订单或是二道单 但生产成品或只做某一道工序 但无需怀疑它们生产的都是真品 一类人士分析认为 由于中国制造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 技术水平进来却提高很快 设置品牌会越来越多地选择 代工的方式来扩大产量 据许纽约老牌设置品牌 Love Lawrence 给广州东莞联泰集团的 Polo系列代工订单一年可达数亿元 而联泰在东莞 清远 江苏等地都有分场 有很多东西是不方便说的 因为没有必要试破这层子 因为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消费者也不必破语借怀了 联泰的厂长曾经都这样悄模模地表示说的 再看看Prada吧 八成工序都是外包的 早在2011年年底时 意大利奢侈品牌Prada就报出消息说 将与另一家风头基金IDG入股Prada 中国相包代工企业 时代PG 分别认购取约两成拟发型的股票 这相当于间接承认了 Prada在中国内地有代工厂的事实不是 从夜泪秘密到不再会言中国制造 奢侈品大牌正在地下高昂地投入 努力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招股资料的陆续披露 时代PG 这一个为多个奢侈品牌代工的香港工厂 第一次浮出了水面 大股数的说明 时代PG1968年创立于香港 为多个欧美奢侈品牌香包代工 拥有44年历史 但形势低调并不为外界所熟知 目前这家首代公司 在国内多个城市拥有7家独立零售店 和9个百货店专柜 截至目前 时代PG已经拥有位于香港 东莞英德3D5家子公司 4家在东莞 1家在英德 7年前Prada开始将部分产品 交由时代PG代工了 如今时代PG的代工客户名单 还包括了Fossil Michael Powers 以及Lacrest 共有208条生产线 员工人数达14700人 据悉 时代于最大的客户 Coach 合作关系已达13年 而Coach在中国的工厂 已经达到了500家 是的 Coach是第一个开始中国制造的 1996年 Leo Frankfurt 坐上了CEO的位子 接管Coach之后 开始运上了中国制造 2006年 Coa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伊安·比利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 我们在中国生产 并派遣意大利皮剑工匠团队 来教导中国工人 中国的制造工已经达到了精品的水准 是的 还有人说 房客和大牌是共用一个车间的 有人说我了解LV的生产成本 它真的只有那么多 你到江浙 长三角这些中国制造业基地工厂去看 你会感到很绝望 因为这边一边是房客的产品 那边就是奢侈品的品牌 用的都是一样的面料 一样的棉 一样的车间 一样的工人 房客成品的CEO就表示说 就成本而言 LV和房客相差无几 之所以卖高价 是因为有一批新盛市场的 报复阶层追捧 LV为高价而强调的 所谓设计理念 是一种无耻的谎言 还有一个品牌 大家可能也特听了吓一跳 就是Berberry Berberry2007年就关闭了 英国威尔斯的工厂 迁往中国了 这个英国特色的华贵品牌 把生产线迁往中国大陆的 广东深圳了 据介绍 它在中国生产一件 售价60英镑的翻领运动衫 成本可以由11英镑 减到4英镑 另外还有一个 不得不说是Amali 是的 Amali在中国 设二线副牌的生产线了 北京环报中心Amali George Amali的专卖店电厂程表示 Amali和其他品牌 都有在中国代工 或在中国生产的情况 包括Amali产线下的所有产品 包括Amali Exchange AJ Amali等等 生产地也可能在温州 或者是苏州了 据悉Amali已经选择 位于东莞 中山几家单工厂 生产其产品了 Amali的原产地 遍布十几个国家 设计都是在意大利完成的 原料的来源地 则不尽相同 加工则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了 当然还有我们 Love Lauren的产品了 多数Love Lauren产品均产 至于中国 每年订单可达数亿元 其实Made in Italy 标签只是一种追求了 所谓的代工厂 就是指代工生产座OEM 原始设备生产商 不设计制生产 或者ODM 原始设计制造商 既设计又生产的工厂 奢侈品牌 在国内都有总代理 总代理在接到品牌的订单后 依据他所掌握的那些 能够进行外贸生产的 加工厂的设备情况 进行不同款式服装的发包 每次都要根据不同的款式 和其他的要求 来选择不同的厂 其实高端的奢侈品品牌 就算为了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 理应保留原产地 要符合哪些条件 才能贴上Made in Italy的标签 并不是一种工业标准 也没有国际统一的硬性规定 但应该是一种追求 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不同的要求 但至少要保证产品的核心工艺 才是在意大利制作完成 主要原材料也来自于欧洲 才可以标上Made in Italy的标志 国外的一项条文规定 必须保证产品的大部分 在该国制造完成 并且其在该国制造部分产生的成本 包括人工 材料 至少要占总成本的50%以上 符合以上两条 才能打上该国制造的标签 按此条文 对于在中国加工生产的产品 Made in China Design in Italy的标签 似乎更合理 然而最终与消费他们的人见面时 人们将无从发现 他们与中国打过妹之间的关系 迫于Made in China的廉价形象 这些产品最终绝大部分都将贴上 Made in Italy或Made in Paris等标志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 自知之音能宣称 产用纯欧洲手工工艺的这些设施品牌 多年来 恥于提及部分产品的中国出身 但这在业界已经不是秘密了 此外 不少国际品牌的服装 国内销售和在国外销售的质量 是有区别的 出口的产品原料基本上是进口的 而内销的原料基本在国内才够 同样的牌子 在美国买的洗几次都不会难看 而在国内买的洗衣两次就很难看了 这就是衣服质量的区别 而在流通环节上 有些品牌的做法是 代工商生产后直接送到海关出镜 然后占由这些品牌的统一经销公司 分配到各个市场 不过一些品牌的服装 在代工商加工好后并不出镜 而是直销中国 再对其产地标签 签上标注的外国制造 也许都是中国制造 目前很多大牌的做法是 在中国生产后 把货发到国外的总部 而国内的奢侈品专卖店 再向国外进口产品 因此有些奢侈品产地 变成了其他国家 就连日媒最近也吐槽说 中国的高仿奢侈品流入了日本 目标是想买名牌 又接受假货的日本人了 记者表示 约7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3000多的 这样一个劳力士手表仿制品 只要3万日元 还有只要人民币1000多的 假爱马仕包包 在专门销售高仿奢侈品的 中国网站上 这类标有超级复刻版 N级品的商品 并必结识 日本的独卖新闻 也有一个文章 进行了这样的报道 名字叫做 从中国流入的 制作精良的N级品 这些仿制品 制作精巧 甚至和真品相比 都非常难以区别 在日本的一些 二手贩卖平台上 经常有这类商品 日本政府将此现象 视为一个大问题 并且强调 加强海关的监管 从今年秋天开始 将加强限制 一个人使用目的 这个高仿奢侈品的进口了 据日本专门负责应对 海外知识产权侵害的 调查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日本假冒产品 有S级 A级等等级 其中最高级的 就是N级品 这些高仿产品的销售商 会在网站 明确标注商品 是假货的仿制品 并宣称 如果只是出于个人使用 就不违法 但据日媒报道 即使商家标注的是假货 这种销售行为本身 也是对品牌商 商标权的侵害 而我们广州的生产商 说什么呢 公司的负责人说 因为制造 花费了大量的功夫和成本 所以质量也是一流的 即使是专业人士 也应该分辨不出真假了 当被问及商标侵权问题时 该公司一方面不做详细说明 另一方面声称不违法 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 日本去年禁止 进口冒牌假货产品的 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数量 为28,270件 同时除了在日本本土购买 也有许多日本消费者 在海外海淘高仿品 通过国际物流进口 日本海关负责人说 每年进口的中国高仿品 制作都很精巧 很难识别真伪了 这道题我不会做 不会做 太难了 是的 讲到这些 大家也很感叹了 我们辛辛苦苦 在海外买的东西 也许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 但是却花了大价钱 同时海外的人士 又在积极买我们中国制造的 N仿品和高仿品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 心情感觉如何呢 也许应该支持国货 而且我们应该相信国货 不是吗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尔街周报 我是安琪 我们下期再会